Hello 大家好 我是紫色水梨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一场路人局 然后是一场Milko的比赛 然后最近Milko刚被外媒体评为了当今世界第一玩家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过了 其实因为Milko在2016年的成绩并不算特别特别好 虽然有一届特警赛冠军 但是TF表现最终还是比较让人失望的 虽然TF强套里他的问题不大 但是最终也没能拿到成绩 感觉没有那么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如果冠军队有出来Milko带领OG拿冠军了 这个肯定是他的 不过人气确实高 咱们不得不承认人气确实高 就有三四期视频 也就是有将近两星期一个多星期没做到的视频了 很多人都来球 所以第一次想看Milko 然后人气确实高 然后所以说就应应大家要求做一场TB 然后也是他的一场路人局 非常非常精彩好看一场比赛 让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他这个TB 视频最近讲到里有很多 点不了那个看视频的小放大镜没了 就是现在看不到一些队友的视频 感觉还是挺僵硬的 然后这个TB是一个妙子 是一个比较便宜的灵彩 而且特效还是不错的 有紫色的双刃 还是挺漂亮的 TB在这版本中 没有改动特别大 我个人感觉他的就是 他的什么天赋数的改段还是 天赋数的改动还是不错的 就是你看他这个满级 满级40秒CD 如果减30秒CD满级 他这个减30秒混沌CD25集 这个10秒换一次血 我个人感觉很多人觉得很阴吧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还是不如加15点全属性实在 因为TB既然一旦被解火 一般都是要秒你的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实惠 然后第一层推荐大家加15的攻击速度 第二层 嗯 李子觉得对于TB这种血 比较少的应用来说 加175点生命值是比较合适 因为TB并不太缺攻击力 25点攻击力 对他来说性价比 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然后第三层 一般的情况下 还是15点满级比较好 因为TB一般移动速度是比较快的 而且他有爱出分身 这种有夜叉这种加攻击 就是加移动速度的 所以说李子认为 15点移动速度性价比并不是很高 15点满级还是比较实惠的 然后最后一层 李子认为加15点的全属性是比较好的 因为性价比也比较高的 好 这边说完TB的天赋 再来说一下TB加点 TB加点 一般都是一级的变身 然后 然后变身跟就是分身对点 然后 就是那个倒影 点一级就足够了 六级可以不加大 六级我推荐三级变身加 三级变身三级T 是性价比最高的 前期也是在线上基本 比较无解的就是 比较无脑的补刀 TB这英雄出手动画特别好 而且攻击力也算 敏捷中 敏捷英雄中比较高的 呃 身板不错 TB不是身板不错 TB护甲蛮高的 护甲高 而且血也就是护甲高 而且攻击前摇敏捷成长 都是在刀子中都算数一数二的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血确实太少 这英雄血真的是太脆皮 光长敏捷不长不长血 太脆 自己的东西 然后最近中国转回市场也是比风起运用 然后第一波的转回就是 一哄应该是CTY归队 然后 塞拉离队 塞拉这次跟一哄走到头 自从我已经猜到这件事情 塞拉 爆出了一哄就是跟七奥枪枪声那一次 我估计 他 应该就已经在一哄待不下去了 既然撕破脸 我觉得塞拉这个不是特别好 这种对于他将来以后职业生涯影响比较大的 他目前来看想加入一只比较好的 他贴贴司老板 这种员工一般老板都不太敢要的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 这次挺危险的 应该是找不到特别好的队伍 角道里应该是找不到特别好的队伍 所以说 不过CTY回归到一哄 一哄最巅峰时期那一阵 就是CTY的回归 然后CTY的回归 角道里还是挺适合一哄的 如果是 而且CTY还是回到了自己比较熟悉的大哥位 我可是感觉CTY当年打大哥 在MDL3比0击败一技 就是CTY的杰作 最后一场比赛的水人可圈可点 然后 李子对于这次换人还是挺期待的 然后第二个换人就是FI 跟豪羊毛对调一下 然后FI加入 FI再次携手分进尔 组成双F组合 然后在VGG配上老队长 以及霸气 希望他们能够起飞 而豪羊毛重新回到了VG VG应该打算换一个新的指挥了 其实VG我感觉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磨合的问题 如果 豪羊毛真的有领袖潜质 能立他为队长有好的指挥 我感觉配上这帮羊状态保持不错的羊 羊军应可以看着路人局还是蛮大腿的 然后羊啊以及妖精啊都不算差的人选 囚轨啊什么都还都手里这些牌都能看 所以说我刚感觉VG将来也是一个处于双生起 我觉得这次换人可以说是一个双赢 而国外战队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动作 唯一比较受人关注就是Navi Navi现在PG哥加入了 PG哥跟登地 然后组成了新的Navi 希望他们能够打出好的成绩吧 好了让我们再来接着说比赛 他刚才如理所所料 因为六级点点这个混乱就换血 性价比最近不是很高 首先耗蓝非常非常高 200点耗蓝 TB被毒狗一开始推起来 老树想修塔 但是很难修痘的 好几难修痘的 这边TB上来的攻击力非常非常高 你看三级变身加攻击力很夸张的 加60点攻击力 前期是很变态的 A起人来非常非常疼 老树晕下 但没什么用 其实新版本老树挺好玩的 虽然李子不认为他会能成为一个特别热门 特别强烈一种 但我个人感觉挺挺好玩的 想做一个老树识别 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特别好 TB已经配合队友把塔推起来了 TB这个英雄 说老实话 看起TB的视角是比较无聊的 因为这个英雄 一般都是自己单带球比较多 我李子在这里 希望大家能给 要两个要几个英雄的素材 如果找到了 希望给大家推荐一下 一个是老树 一个是狼人 一个是老树狼人 还有 目前就是老树和狼人吧 这两个最好的 就是最好能找到这两个视频 也是求求一下大家 因为李子最近翻了好多大神的比赛 都没有找到什么特别好 扎弹人也可以 对扎弹人 如果有好的也可以给李子推荐一下 然后 谢谢大家一如既好支持 其实还是有很多热心观众都喜欢给我推荐的 在这里真真万分感谢你 因为 讲道理吧 就是怎么说呢 讲道理 上一期视频里给大家发的牢骚过多 大家恐惧到死刑中那期李子的情绪不是特别好 李子以后尽量不要被外界的观众 就是 就是 影响 还是多为 喜欢和支持自己的观众来 多做一些视频 这边TP也是做出了天鹰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装 天鹰 一般TP的出装方面 刚才说完TP加点和 加点和那什么 让我们再来看下出装 出装方面 一般TP都是天鹰 天鹰 加穷鬼 然后前期后面中期补分射服 分射服补完了 李子推荐大家做散尸 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做散尸 绝对是很厉害 因为TP这个英雄分身系统 要竖行 散尸在这版本中虽然被削弱了 但是李子认为 他加的敏捷还是突破好看的 这边想躲一发勾 但是被减速啊 这个被减速度不必要勾 福导服直接砍开 哇 这波华氏1M好漂亮 好了 移动速度比较快 图夫应该不太敢敢打了 哇 直接A图夫 哇 一高就太大 直接把图夫反向A死 全场过来支援 直接A死 队友没跟 先知跟老树没跟过来 图夫还要追 等下一个狗 就直接被TP原地看死了 TP田击攻击价很高的 这边船长 足够 全些水 没吃些水吗 直接追着A死 直接被独过 就是 被独过A死 那TP的发育田击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顺的 这版本大家都 都特别喜欢玩玲珑星女王 就是刃甲玲珑星 刃甲玲珑星大链锤的女王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感觉还挺强的 起码很新鲜 很好玩 但是 我两天以后大家发现 呃 大银刀对女王克制比较厉害 并不是他能扩得系列被动 就是他刃甲 他的输出没那么高了 他所以他系列血就没那么多 这边勾一下船长 这边分身加变身 船长虽然死 咱也能换掉图夫 这把图夫也死 OD也过来的 OD关的是个假的敌叶 这一个大招 哎呦 还是被一个TP杂死 TP这波带人也去 支援不如人家多 打架嘛 这种东西就要人多使用 结果对面的莫斯 比他们人多 就直接把他们打架 非常非常凄惨一件事情 然后底下是离子一个零食物 离子吃过的特别的靠米 欢迎大家能来看看 最近也有比较好吃的零食在等着你们 希望你们都可以来看看 进第二个方式 离子也重复了很多遍了 然后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然后第二里最近上了一批新的女士的表 然后大家可以来维店里看看 就是有一批女士的DW和男士的DW手表都有 然后上了一批新的表 然后有兴趣的都可以来看一看 DW嘛 年轻人一般比较喜欢戴的表 上一批进的都是一些 呃 云牙闭锁 还有 还有天缩啊 这些比较 正式的表 这次进点稍微运动 运动款的一些表 就是DW的表 比较比较时尚 也比较好看 这边TP 现在接着不到 问题不大 然后就是以刷钱为主 TP令英雄 基本上就是一刷钱 然后这边貌似 先做魔龙枪 哦对对 刚才忘了说了TP令人远程敏捷 魔龙枪 现在肯定是 无可避免的 魔龙枪加分身 一般都是TP标主流出了 然后分身完了以后 补上伞尸 伞尸出完以后 李子仍可冰眼可BKB 看你这两个选择 如果你感觉输入环境实在太差 可先B 可以先BKB 如果你感觉输入环境还不错的话 可以直接补冰眼 冰眼完了以后 看对标控制多不多 多了还是要补BKB的 就是BKB是看局势补的 然后冰眼后面补上蝴蝶啊 大炮啊这种都行 这版本 TP补血迹 性价比并不是很高 还是推荐不大炮 好 TP的吃野能力是非常不将前了 因为他自身有幻象帮他扛 然后打得很快 他甚至都不用出大野爪 因为 因为他的青野速度本来就不慢 他不像小鱼那种 小鱼 小鱼一定要补打野爪的 小鱼那种 打野打击也来太慢了 打野爪保证的效率 这边TP实际也没点大 直接变身 把图虎俩下一次 图虎直接放弃 我这 这居然自杀到了 标记 直接TP在坠雷 OD关一手 但是走上来 直接先知女王一个大波 直接过来 先知树甲 哎呦 还是A死了 这边关一下 TP没换血 这位置大招 帮死没搭到 这边可以打老树 我TP血量比较残 但是女王已经完整一波收割了 小树人在这卡位 没有直接都被TBA了 这是送钱啊 TP也是11级点1级换血 他第一层buff也是点加15点公斤速度 因为6点回复生命回复速率 其实说老实话 新艾米超低的 真的是超低 这边换血 直接换毒宝 换先知不好吗 可可 这边不把毒宝害死了 现在这个大反人 把他干掉 其实换先知好 刚才那位置 他的优素比先知快的 应该可以走啊 你换到的 哎 Milko这个略显毒流了 把自己 大哥 把自己酱油给换死了 我们前期精心精力的宝 你就换来了 换血 真的是心都碎了 好 啊 你说 sendiri 确实 状况 Nicole 呢 你 掉下去 。。。 你 STU 找杯 什么 你 多 冬直 大家因为大招用不着 一击太耗蓝了 200点耗蓝对于TP中的米妮英雄完全用不起 他到满级大 满级的时候是不需要耗蓝的 这个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但是我刚感觉那个 减30秒让换血CD变为10秒 其实性价比真的一般般 反正离子感觉性价比真的一般般 TP这种英雄 一旦被一旦被激活 基本上就是被秒的 如果你秒了换出来了的话 对面一般就崩了 如果换不出来的话 你死了也没有什么CD快慢 比如说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 还是15点全属性比较实在 15点全属性真的是性价比很高的 一个球再加 一个球再加 全10点全属性 就等于3000块钱的装备了 性价比很高的 其实我个人感觉 这个天赋系统吧 DOTA做的不如风望英雄好 虽然有很多DOTA死终粉 但是我个人感觉 他这个没什么特点 感觉这个东西 还是有点 就是怎么说呢 还是有点就是代替黄条的感觉 并没有做出自己的心意 他每次都是最后一层 做出了自己的心意 就是根据这个英雄独特的 风望英雄 大家可能不知道 大家玩没玩过 玩过的话 可以说一下 风望英雄 那个玩过 你应该懂 他的技能加成 完全是让一个英雄 走出两条路线 他加强后的技能 和他不加强后的 就是他每一个天赋 是增强 一个加强一个技能 走一条路线 我刚感觉 加强那个技能 完全让这个英雄定位 都可以玩出花样 所以说他那个系统 还是比较先进的 但是怎么说 刀他不可能改成那种系统 因为刀他是有装备的 他那种是共享经验的 所以说各有各的常数 我们要也不要说 谁抄袭谁 没什么大意义的 好东西都可以回洋借鉴 比如刀子这方面好 然后罗罗那方面好 风望英雄这方面好 大家都可以回洋借鉴 让 MOBA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好 玩游戏不要玩出优越感 总觉得刀子是 实际上最最好的游戏 这个没必要 这边夜叉加猛龙枪 攻速非常非常快 提皮肚就要去哈皮了 现在都搭流行 他叫火锅 一起吃火锅 但离子最早就管 叫一起哈皮 基本们改不过来了 来 一起哈皮 而且还很形象嘛 一起哈皮 很想满 最近帐篷来了 做视频也是更新 从不如过去那么奇怪了 因为毕竟 做视频会影响 影响到老人家休息 所以说也是偶尔给大家做一做 提皮接着做分身 分身较快 一般在20分钟前 只要能在20分钟前 做出魔龙枪加分身 就是非常肥的提皮了 一般到20三四分钟 基本都能接受 再慢点 就有点 说不过去了 因为提皮的英雄 有吃野能力强 对线 就是线上 只要有队友保的话 保住高等级的提皮 打前是很难挡住的 有幻象给你开视野 并且可以 很迅速的刷野 想到这些英雄 哪怕逆风 都不会太穷 这英雄的优点 就是什么 优点就是 TP的英雄 优点就是 输出能力强 战装能力强 典型的炮台型 输出爆表 如果你真能配合队友 队友能配合 你选一些控制 真的输出 非常非常下人的英雄 但是他缺点也是什么 机动性不够好 他机动性不好 就是打野团 不是特别厉害 就是那种被先手团 不是特别厉害 但是真地战 是非常非常凶杀的英雄 他缺点就是 机动性不好 当然TP后期能力 也是值得期待的 而且他身板有点脆 前期线上 需要队友保一下 这英雄完全 就是前期 保一个TP 可以能还你变天 我刚感觉 这英雄 有一定的双刃价值 而且他最大缺点 就是有变身 没变身 确实是两个英雄 比较吃变身CD 比如说 必须要掌握好节奏 尽量配一些 线上酱油比较强 推进能力比较强的 就是酱油啊 或者蛋哥 二哥比较好 队友还得尽量 多带点控制 所以说这英雄 并不是特别摆的 需要一定的阵容搭配 像这场比赛 就阵容蛮好的 船长大鱼 可以给他提供很高 控制 女王爆发 可以配合大鱼 配合输出 是性仰比较高的 就是 女王 女王给他打一定爆发 给他创造一个 收割的环境 大鱼 大鱼和船长提供控制 多复制幻象 然后配合他推进 都是不错 这水人打不过吧 我哥 这 这要被TP追着打呀 他尽量不要随便用波 你波用过了 是打不过TP的 因为这时候装备蛮好的 17分钟 非常快的一个数据 他主要人头拿的多 3-1 3-1的人头 而且 今等级也搞 15级的数据 TP第二层 点的是加生命值 跟我理解差不多 苗口这个理解 一看就跟我理解差不多 因为 15点移动 25点攻击力 对于TP来说 是最不值钱的 TP这英雄 最好的属性是什么 最好的属性 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最适合他是属性 尤其是敏捷属性 还有射程 对他来说也比较关键 所以魔龙枪 对于TP来说 绝对是交配 而攻击力这种东西 对于TP来说 真的是性价比7低的 非常非常低的 没什么用的 他攻击加速到 攻击就太低了 还不是加一点血吃灾了 让自己团战中 不会被秒 因为这英雄本身 自身来说 确实脆皮了点 苗口要一个人很哈皮吗 这点毒瘤啊 现在主要是 幻象给钱了 而且幻象的 灰耀效果也是弱了 所以说李子认为 现在TP基本就是 正面硬吹一条道 打正面的 出这种魔龙枪分身 然后补一个 散尸兵眼 这种打法 比较好 像过去那种 呼妖带球的 没有任何意义了 确实很弱 那种呼妖带球的 因为那种呼妖带球 现在呼妖带不动球了 有点 比过去起码弱了很多 而且幻象也会送钱 把兵线送到人家塔下 人家 送到人家安全线 人家把线一收 然后把塔 就是把你的欢羊一打 我觉得基本没什么用 散尸已经快出来了 有散尸以后 散尸非常非常高 你看他现在 有多少点散尸 大家可以看 他的祝福性 70加64散尸 很高的 我自己个人很哈啤 好毒溜 自己玩自己的 散尸这完全是 散尸 我自己的散尸 散尸 散尸 晓尸 外边 散尸 看到 你 散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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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能帮助留人 尤其是尽量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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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了水人 直接配合 勾到徒夫 勾到渡渡 直接秒了 哎老鼠这里 被老鼠发现了 TV得走了 变身 但是好像要被轮了 哎这老鼠晕好烦 连着晕了两下 又要被晕了 哎又被拍晕了 好烦 老鼠带一个大 哎呀好气 人又过了 完了 一下没打出来死了 人又被关死了 哎老鼠这波 真的让TV梦断啊 心都碎了 TV以为在后面 什么之鬼不就摸上去了 就被老鼠完美的眩晕 快跟卡尔的QQQ一样 完全走不动 女王有大波 但是有阿多斯啊 哎呦 女王这波太大意了 这版本阿多斯 非常克制女王 这样到底是主要的 阿多斯剑号称小羊刀的 下比绝对奇搞的一个道具 哎这一期怎么说 这么多性价比 该改一改了 头长该改改 阿多斯这版本 效果特别特别好 哼 这个小羊刀的 这个小羊刀是很快的 尤其是不得了 还是啊 没有 看下他装备道具 没推啊 没推没跳 这边没有口直接过来 没打这波 这一波还可以 大鱼吸入挺多伤害 水人虽然波死 但是感觉这一波 没有可能收割 分身直接解了 哎呀 TV被A死了 然后水人也被 就是那个 OD跟OD跟水人都被A死了 这一波 苗口这波TP 赚了非常非常多 终结了一个变态沙路 水人呢 现在不能回去看 那个西洞广播了 然后李子还是觉得 比较烦的 这边下来要做冰眼 然后让自己能留人 更好留人 而且冰眼加全属性 对于TV来说 就是 就对于TV来说 效果也是蛮好的 蛮适合他出一个装备 冰眼后面不让蝴蝶大炮都行 打水人 而且他由于打水人 这边勾到TV 但是勾到大波TP的 也没出于TP原地也死了 水人拨过来 但是有换血了TP 哎这边 散尸破林肯 我又吊炸天 散尸一波破林肯 直接换出来去 水人直接 梦 梦 梦断河岛好吧 这边 GBA 再配合队友推打 水人死了 推打人比较快 再一个分身 哎这一个人TP也足够TP下来 但是被大鱼踩了不死了吗 真敢踢的啊 有点核家级无了 再次被直接A死 Od在这里虽然秒了一个毒口加女王 但是大鱼 哎大鱼踩空了 踩空了一点尴尬 而且TP也变深了 先知这个位置 还没捕捣服 好 啊 哎呦 分身兵解 过来打 但是 自己身的血量不是特别好 被关注 猫子要关死了呗 啊 还有一瓷血 换出 哦哇 简直被换出来了 很惊 我以为他能关死呢 结果还没关死 结果还没关死 伪拉挺多的 这一下TP的收入后骨了 都不用都不用开变身了 直接追着A死 我对A死 变身给流退打用 一波快兵呀 好飞 这可以把中塔拿一下啊 TP不拿吗 我喵口这里 这 这为什么不拿这个中塔呢 感觉杀人要退塔 对面水人OD活 自己这边 自己这边 可以拿一下 我感觉他这个叔叔拿他很快的 他可能怕对面徒步勾到他吧 还是要全把这个冰眼发不出来 已经快好了 他三五个将 25分钟 散尸奔身 魔龙枪加冰眼 我这个TP肥肥炸了 你看有散尸有这个攻速 非常非常夸张 然后他这边是点的是加15点敏捷 因为移动速度的性价比其实太低 冰眼也好 有了冰眼以后 TP正面就可以直接陪着队友推进了 再有足够 可以直推 TP这个英雄我一直觉得不太好改 这英雄最早在上一个版本中可以变为 就是上个版本中被称为DEC 那那个版本为什么那么屌 他带盾 带盾盾 盾销了还有分身状态 这个太扯了 直接过来点击他 然后你把他一条盾打死了 然后他起来帮你兵一点 对啊 这种有点赖了 真的有点赖了 水人徐丁道 26分钟 还算顺的一个水人 但是 在这么肥的TP面前 有点小屋见达屋了 其实按理说 平时来说这个水人已经不算穷了 26分钟 加腿就是灵散尘身 真的已经不算太穷了 灵散尘身加这一样 不算穷 TP开始推打 TP这个走位 说老实话有点激进啊 看我就说完了 这个不能这么大 觉得自己太扬了 就湿出了 这么肥 emphasis 牵挡 各位 moyen 他就走了,就让人没发现他位置 叫女王也被追死了,这波雪崩 随便换一个就行,换了一个有林肯的 僵硬 他换他想拿伞尸破一下林肯,然后直接换出来 但是他换的速度太快了,伞尸出发一点慢 所以说没能点到,就僵硬了 这波TB买活没变身 哎,这要做BKB,感觉对方的资源有点烦 刚才是谁的资源,看一眼 阿多斯,但是没用,直接被标伏去了 谁的资源,好,先知了 直接一路,一路直接被打穿 哎,这一下有点伤啊,一波失误,直接被打穿一路 女王TP过来,不肯定是躺 还能继续留啊,他踢到哪了,踢到那边全水准备杀千只 最希望杀千只的,一个倒影 贴身,看往上贴,你看 哎哟,苗口这波反应了,蛮好的,就是往上贴 贴上去,他没A,就是贴上去以后,你就 你就把我宽到里头 就把我一起宽到里头,你就要贵了 这边大鱼配合TP还能打 先知已经死了 变身,直接被A死了 变身,直接被A死了 但没用,这波TP大法是没,这波爽杀 哎,就图符还要上,三杀 哎,图符每次都能自杀,我好屌 图符为什么每次都能自杀,好牛逼 这波应该是去打盾 卡皮,但是没有,TP直接过来就打盾了 拿幻象扛一下,可以打盾 这些都是财富的种子 看着输啊,跑有点高 打盾打得飞快 如果没必要换 女王子愿吗,这版本还有这么传统的女王子 他真的是女王子愿 这一包标记,哎,图符这样比较各种迷路 人家拿他们不可能走这种迷路的 人家不可能走这种迷路的 就直接迷路,然后自己死掉 大鱼里边,猫子也能把先知嘴了 先知哪打了我大鱼啊 先知哪打了我大鱼啊 大鱼主要想打就打,想得好你就能跑 大鱼这边一个T,直接把先知秒 就是一脚踩,直接把先知秒 这边线不太好,所以他们得回去带一波线 这帮MEOCO下一代要选择做蝴蝶 蝴蝶其实算上名,一个半肉装吧 半肉半输出装 把这金币装在哪里 因为他毕竟加一点闪币 然后满机再点一个加15点全属性 他的敏捷是非常非常爆炸的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敏捷现在有多少点 很夸张了,210多点的敏捷 这边水人拨过来,打得过TP吗 感觉你打不过TP TP现在这个装备比你肥了6000块钱呢 想打TP还是有难度的 哎,这,这VR大约直接要躺 老树一波 但是Od,这血量 哦呦,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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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要捐啊 直接被TP原地A死,换一波血 直接再打先知 水人过来,薰刀秒船长 但是没有1的CD吗 这不直接水人也被打死 水人买不糊 正面这波TP有点强啊 先知也买糊 但是标到,阿多斯,Od,Od这里不能硬钢 赶紧推放,推走 这扛不住TP的输出 推过来,哎呀,直接把Od满活死 这包TP正面无敌啊 TP这包正面真的无敌 太高了,一波直接带走 小夏天,这,这波TP确实太高了 一波反推两路 阿尔迪他回家带蝴蝶的 更加无敌 天鹰卖了 太美人要把家腿放,放上去 肯定还是要带家腿 因为蝴蝶是帮我们也送过来的 也是期待一下 Milko的在后续液体的表现会越来越好 液体最近的表现比前阵好一点 从GH来了,把崩巴踢了以后 打的比过去稍微强点 但是也 也还是那个问题 支标不支本 Milko跟MATBAM 跟MAT哥 确实是还是有点冲突的感觉 无敌 正面非常非常无敌 突破这边咬到船长 但是被踩 这里突破直接被一刀 突破好下人 一刀直接秒 290,000 290,000 也蛤头 队友也受不了这个突破了,吐槽了 其实这几波,感觉突破可以在高电上守一守 萬一能勾到人的時候 看這就能回處 雖然 雖然隊友已經死了 死了 死了大鱼已經死了 但是TP在這裏是速度無敵的 直接把把把這個塔點放超級命了 這就是推土機的魅力 看這推土機 換血直接把頭盔死 老鼠也被吹起來 直接1,2,3,4 我真是這個速度 不彈了 推過來再打歐滴 歐滴很難跑 一輪騎著兩輪 哦唷 雙殺 最終這波TP完美開瑞 一波一波帶隊員走 無論是他的表現還是 總體一些操作都沒有分開問題 也是一個完美的TP教學 大家有心理都可以來看一看 好了 比賽也是打算做到這裡了 也是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此次的水弟子 然後 期待你們在新的一天 就是期待你們在新的移動中 無作順心萬事如意 最終的看一下這場比賽的比賽編號 以及KDA 然後看一下金文碗 嗯 好多人最近問說 李子你能不能把比賽編號留給大家 這個 2865 我還噴起來了 那說誰呢 然後這邊是今晚看一下 是 先看路上編號 路上編號是28652 46910 然後 因為最近很多人說 不是好友 現在已經看不了對面的 就是 看不了比賽紀錄了 所以說李子以後 也把比賽編號留給大家一下 TB這場比賽 十二十八 十八殺三死 九助攻 然後我們來看他輸出 肯定打得最高的326 然後剩下的一場完美的TP教學 打得還蠻好的 好比賽的座子裡 謝謝大家觀看 謝謝大家觀看 我們下期見